给大家讲一个很老土的成功学故事 一个酗酒的父亲有两个双胞胎儿子 二十年后一个成为了成功人士 一个则穷困潦倒 记者分别采访他们 为什么能过上今天这种生活 他们的回答都一样 没办法谁让我谈上这样一个父亲呢 这个故事的寓意谁都明白 前者心态很好 后者心态糟糕 所以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但是以往的论述在心态二字上面止步不前 试问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 两个人的心态却完全不一样 失败者也不是没有过挑战命运的心态 却被生活所谋面 为什么成功者可以把一个好的心态保持二十年 深究心态的背后 我们能看到两者关于世界的假设不同 谁敢为自己的幸福负主要责任 如果一个人认为 我要让自己幸福我负主要责任 父亲是辅助的 那么他会想 现在父亲不如别人 我要和别人一样好 自己就要更加努力 他就会成为那个成功人士 如果一个人认为 自己幸福主要靠老爸提供 所以老爸不好 自己自然活得不好是天经地义 心安理得 他就会成为那个穷困潦倒者 对我的幸福谁负责的内在假设 导致两者面对挫折的不同心态 而决定对自己幸福负责的人 在遇到外界条件糟糕的情况下 自然会更加努力 外界条件好 也是踏踏实实 心态自然好 而放弃自己幸福的人 则终日忧心忡忡 怨天尤人也是必然的事情 心态肯定糟糕至极 老坏心态的背后 是关于世界的不同假设而决定的 为什么你听了一场成功学讲座 激动的神魂颠倒 回家凉风一吹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因为心态是一种态 就好像水有液态有气态 听课的时候温度上去就是气态 回到家没有这个氛围了 就自动回归液态了 成功者的态 你学会了但是它背后的心智模式 你还是不懂 数据是程序运算的结果 心态也是心智模式运算的结果 如果我们只拿到计算结果 而没有拿到程序 那么下次遇到不同情况 就还是没有办法 有一次和一个疯狂英语的优秀老师交流 他问我怎么样才可以背好单词 我说就是要多重复 多忘记要数量 不要质量 李扬老师不是有indrolusing face 我建议你也indrolusing word 用你练习口语的心态来学习词汇吧 但是半年过去了 我问他怎么样 他摸摸头说道理明白了 但还是没有进步 同样一个心态 离开了环境就没有用了 如果希望保持心态 就一定要明白心态背后的心智模式 从心智模式上面来改变心态 是心态保持的秘密 你总会听到很多人说 很多东西都是互通的 也就是说程序都一样 只是运作的内容不同而已 但是这个程序到底是什么呢 心智模式就是关于知识的知识 关于智慧的智慧 齐白石说 学我者生 死我者死 我们同样可以说 学心只生 学心态死